尿冲突 也有因为各自性格的展现和磨合 以及人与人相处所必须的过程所带来的碰撞 那么天生是由我 无疑是后者 节目一开始 从服装上 胡搏 茫然 卫冰雪三位美少女 就让人眼睛一亮 这给了他们撒更大的优势 正如后面李雨昕在个人采访里说到的那样 为什么他们选谁比什么 我们就要比什么呢 可即使是在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情况下 胡搏 本然的相继失败 似乎让他们失去了杀伤力 但是 一直闻起的站在一边 不太会说狠话 笑起来 右边脸上有一个很深久火的卫冰雪 让我们看到了燃爆全场的实力 卫冰雪太让人惊喜了 他看似安静低调 实则实力超全 台上是感染一切的燃烧火把 台下是滋润无声的水流 既安抚了胡搏 闻然出示威杰的情绪 也看得出 他享受着这舞台 另一队 直率自信的队长 马蜀军 也是一大亮点 马蜀军心直口快 面对罗志祥给他取的绰号买薯条 直接了当的对了回去说不喜欢 而卫冰雪出来乍到 眼里的雀跃和激动闪闪发亮 他们的对决和交锋 推动着对内关系的重组和融合 也带来了整场节目的第一个小高潮 毫无疑问 马蜀军的综合能力和幸福力 在对内首屈一指 演唱的他 他在网易云音乐 一路收获好评 配得上唱榜第一的位置 罗志祥评价听他唱歌很揪心 相信也是大多数人 在马蜀军营造的歌曲情景中的 共同感受 抬上一分钟 抬上十年功 成为优质的锅产女团 并不是件荣誉的事 天真如文然 一进宿舍就遭到了打击 一文的粉红色 公主式的待遇全都没有出现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操心负责的队长马蜀军忙着 召集队员 给他们定下了体重或白晚餐 不能吃肉的标准 说起来 女明星的体重 一直是个谜 但肯定的是 以不过反为要求 并不算是严苛 于是 两个看起来并不算超重的小可爱 宋方圆和乐量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其余队友吃肉 那眼馋的样子 让人忍郁不禁 围坐在一起吃晚饭 用京东购物 完整五看黑 这些争分夺秒挤出的时间 都给艰苦的练习生活 注入了一丝丝轻松的调剂 节目有许多的细节都很有心 看得住是用了实诚的耐心 去表现每一个人 和他们在日之中的成长里程 得益于24小时的不间断拍摄 我们才能看到宋方圆 热量 李雨昕从开始看到镜头的惊慌失措 把后面鬼马精灵的打着招呼的真实感 看到宿舍墙壁上的温馨提示 如果失败 就休息一下 看到不复书 甚至有一些小较劲的买鼠君 是怎样跟自己和解 并且最终选择考下去属 于队长那份并不轻松的责任 少女们前往认证节目奖励的地铁宣传投放路还很长 女孩都会成长 慢慢的 她们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镜头前也会藏好冲动 慎性 自我 这些负面情绪 变得更加的妥贴 再慢慢的 会有越来越多在舞台上笃定自信 大放异彩的时候 也会有结束舞台 在车上卸掉背包疲惫不堪的时刻 又来不及洗漱 睡不够时间 却还要给全队清洗训练背心的时刻 慢慢的 都会有 痛苦和成长 眼泪和欢笑 这些词语不会完全对立 相反 她们相伴而生 可是没关系 因为她们天生励志 天生热爱舞台 天生喜欢被关注 天生就为了成为优秀的我 我很喜欢节目 一是这一段话 也暗自猜想 服依开场的那一首野蛮生长 是节目送给这些女孩 或者说是送电视机前 千千万万女孩们的礼物 相复能够 路从游走 那就野蛮生长 无所委屈的前行吧